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墨敬生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資 彼得大帝 俄羅斯 羅曼諾夫王朝 十九世紀的工業化 帶動西歐和美洲快速發展 正氣推動的火車和輪船 讓強大起來的西方國家 建立起自己的國民經濟 並且將力量延伸到地區的每一個角落 資本主義經濟就是永遠運轉的機器 吸入資金和勞動力 套出令人目迷五色的商品 機器不斷運轉 利潤不斷滾傳 一個國家之內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而在全球的規模之中 同樣地 強國就精精日上 若國面臨被侵佔的命運 要頂得住局面的 就唯有急謀自保之法 改革自強成為黑不容緩的事 中國至乾隆時代 盛極轉衰 1838至1842年間的鴉片戰爭 敗於遠方而來的敵人 之後國勢江河日下 1860年代開展的自強運動延展有限 1898年的維新運動 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之下開始 當時執政的光水 只是二十歲出頭 而身邊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亦欠經驗 康有為力圖為光水 樹立一個仿雜的楷毛 歷代名君如此多 康有為心中卻是來自 仲是落後的俄羅斯前朝君主 彼得大帝 到底彼得大帝有何偉大之處呢? 古今風雲人物麥敬生重新出現 我是劉敬生 又再和麥Sir合作了 炮癮了一段時間 沒錯 你也忙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忙 很多事情大家都掛心 但這個節目一定要再做 古今風雲人物大家都很歡迎 聽說話收聽率不錯 講過很多金人 亦講過很多中國人 今次講過古少少的西方人 我們今次講遠遠到哪裡 其實都不太遠 其實他們都在亞洲 不過橫跨歐是一個大國 以前叫蘇聯 現在叫俄羅斯 再早都是俄羅斯 沒錯沒錯 在中國古少少叫羅撒國 這個羅撒國的名字是怎樣來的 有些人就是蒙古人的譯音 其實我現在講的俄羅斯 歐字是發音 羅斯其實就是羅撒的譯音 所以羅撒現在譯作俄羅斯 其實最早應該是從莫斯科大公國發展出來 是 事實上如果從地理環境來講 莫斯科大公國就很直接 大家都了解到 所以如果拿文字 那個字也是 麥斯卡尼那個字 一直轉過來 所以實際上我們也是 因為那區才是比較容易住人的地方 沒錯沒錯 有時候我們講到俄羅斯 就好像非常龐大 大家形容它為北極雄 大得很厲害 但是真是可以讓大家居住到的地方 真的不是多 沒錯 我們今集的舊主角是比特大帝 比特大帝其實都努力開拓俄羅斯 尤其是將它的角度 從莫斯科搬到波羅的海東岸 芬蘭灣的一個小鎮 叫聖比特堡 其實現在大家知道 聖比特堡就是現在全世界的緯度最高 而人口最多的一個城市 但是也有需要 因為莫斯科固然氣候也算不錯 在俄羅斯上這麼窮山岳水的 都是比較好的氣候地方 但是沒有什麼好港口 你要再發展也是困難 所以我們中學的時候 讀歷史已經經常說的 俄羅斯最喜歡做的 或者最渴望做到的就是南下 因為氣候那麼差 北邊的港口冰封 所以在亞洲經常都有海參威 一直想到中國的東北邊 在歐洲方面 希望從黑海的地方 可以進入地中海 因為要對應氣候 無可避免地有一個擴張的需要 這也是歷史的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剛才麥老師說到要找一個入海口 其實未得大得正正是這個創造者 因為在他在位的時間 成功佔領了克里米亞半島 以及在北面打敗瑞典 就開拓了波羅的海的霸權位置 成功令到俄羅斯 由一個相對比說 沒有海軍、陸風國家 向外發展的勢力 可以伸展到北面的波羅的海 南面的黑海 甚至由黑海進入地中海 而在東方 我今次常說的百寧海峽 其實就是當年 比特大大派去的將軍白寧去遠征 這個所謂的坎察加半島 而渡過了去到阿拉加斯 而將那個地方叫做百寧海峽 剛剛劉應生說的很重要 就是跟瑞典和丹麥之間的鬥爭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時代 北面的國家 不是一些我們今天理解的 那麼小 經濟就重要 但是軍事不重要的國家 當時瑞典是軍事強角 沒錯 沒錯 在十六世紀時很出名 他叫做胡斯達夫的一個將領 一個軍主 就創造了現代最早的一些 可以說是職業軍人的制度 意思就是說 從前他們的軍隊很多時候 都要靠僱傭兵 或者是傳統的武士帶領暴卒 所以戰鬥力就是馬地 因為僱傭兵是不可信的 隨時收了錢就挖便 散了稅 但是如果你普通平時的耕田 有空才鍛鍊一下那些武卒 也不太信得過 所以當時設立一個正正式式的 強大的 我們稱為Standing Army 即是常備軍 相當成功 所以當時瑞典是一個軍事強角 沒錯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 打敗了瑞典 是一個青紅的很重要的跡象 是的 我們所謂的北極紅 大概都是由這個時期開始 因為有一場叫北方戰爭 就是趁列強關注西班牙國王 繼承戰的時候 法國、英國、 以至奧圖曼帝國等等 當時西歐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俄羅斯趁這個機會 在北方和瑞典 打出一場比較漫長的戰爭 最後能夠成功地 稱霸於波羅的海 建立在波羅的海 所謂的霸權地位 另一件事 北歐呢 又是一個問題 原來在18、19世紀的時候 研究他們的語言 因為地理上的關係 長時期與北方國家 是接近的 有戰爭 自然也有交往 所以文化的親近性 其實是北歐 所以有一段時期 研究俄羅斯文化和語言 都將它視為北歐的部分 直至19世紀中期 東歐這個語言系統 大家將它當作為一體 我們所謂的CIF語系 再加上東正教 亦與東歐很多國家互通 那時候才將它視為東歐的部分 所以我剛才所說 它的根據點在北歐 所以它發展的時候 我們馬上講到比特大帝 它之所以延伸它的勢力 或者向北歐發展 亦是很自然的事 是呀 但另外再講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所謂的俄羅斯 與蒙古逆陰國 其實剛才馬上講過 在東亞方面 西伯利亞的大開拓 其實都在比特大帝的時候完成了 我經常講 西伯利亞就是比特大帝的金庫 因為歷史上告訴我們 在很多 我們現在從考古發現 很多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 有些考古發現 是源源不絕運到聖比德堡 藏入了下宮 成為我們所謂的 比特大帝的寶藏 其實比特大帝的時候 將整個俄羅斯的版土 伸延到東亞 在西伯利亞建立了控制力量 因為大家知道 蒙古人衰落後 整個北方的草原 大家從西伯利亞一定殺到烏克蘭 其實是權力真空 這個莫斯科大公國 以後來的羅曼諾夫王朝 就提補了這個真空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在中國的史書上 也曾經稱過俄羅斯的國王 大公國的國軍 做所謂的賊漢漢 賊漢的意思就是白人的意思 即是白人的客漢的意思 如果這樣看法 他們都視俄羅斯的文化 跟中國的邊瑞地區 就是視為一體 有延伸的 所以也構造出一個情況 就是俄羅斯的文化 是複雜的 多元的 也要勉強地把它劃分為 歐洲國家或亞洲國家 其實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古今風雲日蜜之 彼得大帝 主持 麥敬生 羅永生 主持 麥敬生 羅永生 碧雖然說到當時氣候上 莫大的土地上面 其實是可用的 冰封千里 非常少 你有沒有坐過穿越西伯利亞的鐵路? 我想坐,但一票難得 今天就好很多 剛剛中國開放過一格時 很多朋友去旅行時 都視這為一個壯舉 人生要做 東方快車 如果大家要做這件事,就容易很多 但可以想像到 當時是遙遠的路程 有很大片的土地 是不可應用的 無人荒地 無論從國防上 或是從資源開採上 現在好一點,大家發現 由印度向北延伸 原來那塊地 不得了 但那個時代來說 限於科技、人才等等 要開建的地方是非常困難 我們印象裏的西伯利亞 是放逐人的地方 我們之前說過的那個人物 列寧也是放逐的地方 即是接近那個地區 那裏也是近蒙古的地方 所以變成了 一個這麼難統治的國家 民族運城複雜 大義 都可以這樣說 唯有可以發展得好的地區 就是靠近歐洲的地區 我們所說的 無論是聖比德堡也好 莫斯坡也好 都是靠近歐洲地區 那個時代 如果我們看回 十九世紀的歐洲人 如何看俄羅斯 其實多多少少 都會覺得它是偏向落後 是的,確實是這樣 如果我們從歷史來看 其實比特大帝以前 雖然說羅曼洛夫 黃線建立了 雖然是 麥常說的 橫跨歐亞兩大洲 但實際上很多是無人方地 以當時的科技難以開採 當時俄羅斯始終是一個 農業為主國家 工業是未曾起步 可以這樣說 人口是多 但很多是不耕地 所以變成整個歐洲大學 可以有一個邊緣的大國 但大而是沒有什麼影響力 瑞典可以欺騰 波蘭也可以欺騰 波蘭也可以欺騰 所以實際上 當時是默默地等待 一個變化的 一隻碎的北極熊 而熊能夠碎 當然是誰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比特大帝 是的 如果大家聽到 最初的引子時 很有趣 在晚清時期 有一個叫做維新 後來因為腰節 就叫做白日維新 當時主理的是 江帥皇帝 當時這麼年輕 另外兩個 輔助他的人 也沒有什麼政治經驗 就是康良 但是康有為說過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比特大帝心法 不是武功 大致上 他在說 在一個這麼落後的地區 也在一個這麼大的帝國 如果真的要做到改革成功 那個人的意志 要擺脫身旁很多的限制等等 這種魄力非常少可 他就會覺得比特大帝 是一個這樣的模範 是呀 因為比特大帝 其實他的背景都很坎坷 是 其實他不是的子 是 他爸爸有很多兄弟 其實他爸爸就是上一代沙皇 他爸爸在1677年過世 入了他的同父義母的兄長 繼承了沙皇的位置 但他的兄長體育多病 做了幾年就拜拜了 變成了1682年 當時沙皇的位置由元兇 結果推了連近10歲的比特 上去做這個沙皇 對不對 但當時國內有幾排勢力 一排就是比特的母親那一排 納霍什金家族 以及他爸爸的政策 即是他的幾個哥哥 伊凡的一個力量 但伊凡這個 他的歷史記載就是身體比較差 以及精神不是很好 雖然比特大兩三歲 所以最後由東正教教長 和一些道馬的主席 就決定選了10歲的比特 做繼承王 做了羅曼洛夫王 做了第四代沙皇 但實際上 背後他的姐姐 索菲亞公主 就野心勃勃 嫁空了比特 那個時代大家又搞清楚 一件事 並不是沒有女王 有一句說話 也僅引用 康奕為所說 當時俄羅斯 都有外戚 沒錯 我們說不是沒有女王 其實是很驚人的例子 比特大帝之後 過了無奈 就出現了很著名的 Kathleen de Grey 其實在當時的哈斯堡王朝 也出現了Maria Theresa 很出名的 當時的女性 可以做女王的機會 不算低 很高 而且有政治能力 也不閃見 沒錯 但在他們野心勃勃 想圖謀權力的過程中 出現我們所說的外戚問題 不要以為中國問題是獨有的 所以我跟康奕為說到比特大帝 要處理的問題 也要處理一下 那個時代 要用這個 quotation mark 女和 沒錯 今天我們說女和被人罵 因為女人乾淨 大家今天覺得理所當然 香港看看何時有 沒錯 問題在於那個時代 大家對於女性乾淨 在中國傳統來說 有一個比較負面的提法 所以看到西方跟中國有類似的事情 大家都有外戚、女和、搞搞陣 所以那時康奕為都勸喻 或者用文字去勸誡江水王 學比特大帝 搞定女和 沒錯 其實也有個題目 我剛才提到比特在位 頭幾年 其實跟父義務家索菲亞 蘇菲亞做乾淨 其實上次金庸先生幾十年前寫的 綠頂記 羅薩角的公主 就是蘇菲亞的年齡 沒有人 你不說我又真的沒有 就是她 所以金庸真的很厲害 將這些不知不覺的細節 融入去 你不可以說不是 沒有說過不是 正史沒有說過不是 沒錯 其實蘇菲亞最主要是 因為她是嫡系 結果她推舉了一個很奇妙的情況 她將弱智的伊凡 綁上帝位 叫兩個小朋友 一起做皇帝 同時出入兩個沙皇 而她自己做了幕後 所謂的垂簾聽證 甚至有些史書記載 每當兩個沙皇 去面見神療的時候 蘇菲亞竟然坐在後面 找一塊鏈 遮住自己 真是垂簾聽證 並且留一個窗口 留一個交接點等等 指示年少的比特去應對事情 因為伊凡實際上 沒有語言能力 她的自治能力很低 只是作為一個傀儡 削弱了比特的認受性 所以蘇菲亞幕後 可以說操弄了羅馬諾夫王朝 前後接近七八年的光景 成為真正的掌權者 這些往往以世系作為繼承 存在著極大問題 因為以中國為例 我們都是傳的子 沒有就是樹枝樹枝 或者傳弟弟諸如此類 這些經常都是很大的爭拗 但是因為這是內庭的事 會產生很多不同的派系 擁立自己心目中的人選 但擁立她不是因為她的能力 而是容易操控問題 當日我們看到那個情況 現在看看我們今天的領袖選擇 有時候都會看這件事 我們在很多體制裏面都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用一個人出來 不是因為她的能力 而是因為可以操控 當時來看 中國經常都會看到有些偉帝出現 那些意思就是 因為那些名字是追風上去 那段時期一定是覺得比較平庸 即是被人干涉之下去執政等等的問題 我們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情況 其實西方不會差得很遠 當你的權力是用這樣的形式去延續的話 必然有這個問題 而沙皇呢 其實也可以說多一點 沙皇這個制度 那個權力之集中 亦甚至乎比起當時西歐我們所說的專制 有過之 其實沙皇這個名字 講開又講其實是兩個字 前面沙其實就是 東正教或者俄羅斯 對凱薩的譯稱 而黃是後來加上去 所以其實比德大帝 如果按俄國歷史 他是最後一任沙皇 因為他不喜歡沙這個名字 所以他改成為皇帝 但是俄羅斯的普羅大 仍然稱為沙皇 我們中國就集以為常 所以其實沙皇是陰和義結合的 沙就是海撒的意思 統治者的意思 後面的皇就是地上的君主 就是因為他的權力如此集中 去到一個賢君的手上 就可以絕對地好 沒錯 去到一個沒那麼好的皇帝手上 便會變成絕對地壞 沒錯 這種就是所謂 絕對權力最危險的地方 講到這個時候 我們都應該將更多細節留下一次講 好的 拜拜 拜拜 古今風雲日物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中文的評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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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